你好 你在干什么呢 你好 我在看圣诞节的照片 去年我们全家在英国过的圣诞节 太有意思了 你还没看见这些照片 太可惜了 小波 你们在英国有亲戚吗 我觉得 中国人都是在家里过节 我哥哥在英国已经是多年了 因为圣诞节 不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所以不一定在家里过 也可以去国外过 你哥哥在英国做什么工作 我哥哥以前在大学教书 现在在一个研究所工作 因为他工作很忙 所以不常给我们打电话 哥哥不能回国 我们几年没有见面了 没想到 爸爸买了机票 全家来到英国 太高兴了 我们每天从早聊到晚 也拍了不少照片 你收到不少礼物吧 当然收到不少礼物 还有很多贺卡 我家人送的礼物都很好 他们知道我需要什么 你家去年怎么过的圣诞节 小波你忘了吗 我们全家去的圣彼得堡过圣诞节 我姐姐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毕业以后 在那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她以前是秘书 现在当记者 你姐姐的专业真有意思 我能提一个问题吗 你弟弟将来想干什么 他还没决定 以前他想当银行家或者兽医 现在想当博主 在你们学校 电脑是不是选修课 我建议他选电脑 学网页制作将来很有用 好啊 我建议他来试试 老师说 明天下午六点 我们搬开家长会 父母都要参加 我妈妈可能会忘记 我再提醒他一下 明天参加家长会 我妈妈现在很忙 因为她没能来参加家长会 所以老师很不高兴 不好意思小波 对不起 我姐姐在圣别的宝 已经上网了 我要跟她聊天 再见 没关系 问你姐姐好 再见 记住声词 запомните новые слова 家庭 семья семейный 是 пробовать пытаться проверять 研究所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提 поднимать поднимать упоминать выдвигать 或者 или 家长会 родитель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没关系 ничего страшного не имеет значения секретарь 记者 журналист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 репортер блогер 别忘记 我 来 别忘记 了